同好们,我是树根秀木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2014年的最佳美剧之一的《诊探》 1995年,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甘蔗田里 一具女士被当地人发现 警察局的警员马蒂和科尔风铭赶去调查 赶赴现场以后,眼睛的场景令人感到惊骇 一位全身赤裸,背部没有黑色印记的女性受害者死在一棵树前 头顶还带着一个由鹿角和藤条变织而成的王冠 似乎透露着某种与宗教有关的暗喻 两名警察中的科尔性格冷淡孤僻,女儿早妖,妻子与她离婚 如今,她说话晦涩难懂,既没有家庭,更没有朋友 是大家眼中不正常的怪人 但是,作为一名警探,她却拥有着众人所不及的敏锐洞察力 以及逻辑的推理能力 通过对现场仔细勘探,科尔得出初步的结论 死者的职业是一名妓女 而凶手恐怕还有一定的精神问题 且这次犯案也并非凶手一时兴起 可能之前已经有过相似的案件 搭档马蒂确立科尔的推论不以为然 认为那都是没有根据的假设 科尔并不打算和搭档争辩 只提议先查明死者确切身份 根据扫黄组提供的几个地址 他们找到了常有收费锻炼女孩聚集的酒吧 但并未得到任何有效线索 好在很快指纹鉴定结果出炉 确认死者的确就是一位收费锻炼女子 甚至还有使用药物的问题 经法医进一步的检验证实 鹿角死者死前曾被人侵犯 且凶手还给他喂食过特殊药物 至于王冠以及鹿角死者身上符号的含义 法医也无法盖出了案 科尔和马蒂立即开始调查 和死者有过交集的嫖客不犯等人 他们来到了鹿角死者居住过的小镇 艾加询问 得知五年之前 镇上恰好有个女孩无缘无故失踪 就在失踪之前不久 他还报警声称 有个绿耳朵的怪人在树林里追赶过他 但这起案件都没有下文 而在一所教堂里 科尔通过死者背后的符号 以及案发现场类似于图腾的树枝挂件 给神父做辨认 神父声称 这有一种能捕捉恶灵的恶魔网 很是相似 科尔听后 神情无有所思 凭借着警察的直觉 科尔和马蒂开始追查女孩失踪一案 希望能够从中找出两张案件之间 是否有什么关联 在失踪女孩的叔叔婶婶家 马蒂得知 这女孩父亲早就不知所通 母亲也早已改嫁他人 叔叔十分疼爱那个失踪的女孩 所以如今他失踪了 对叔叔而言是个巨大的打击 马蒂问话的时候 科尔来到院子里 细心的检视着蹦床 鞦韆 一只女孩曾经玩过的玩具 当他钻进一间小木屋以后 果然有了收获 屋内的角落里 竟然摆放着一个和甘烈田里一样的恶魔网 这印证了科尔之前的猜测 路角死者之死并会个案 凶手应有多次作案的前科 接着 科尔与马蒂继续追查 此时路角死者 正在狱中的前夫给出了一些信息 路角死者在遇害之前 曾在电话里说要去当修女 还提及了一位国王 此外 据路角死者的母亲声称 死者之前一直保持着去教堂的习惯 同样 他的朋友也透露了他生前 常去某间教堂 接着 朋友们又提供了一个大概的地址 死者在遇害之前 可能就住在那里 结合种种线索 凶手在科尔脑海当中 也有这个模糊的影子 西基妓女 有一定的宗教信仰 路角死者的死亡造型 绝对不是随意为之 而是 他根据某种所能异象所摆放 但异象到底象征了什么 有来源何处 目前还是一团迷雾 科尔与马蒂很快找到了湖边的小兔山庄 这里正是收费女孩们的聚集地 在这儿 二人找到了 路角死者遗留下的一本日记 然而 里面揭露的文字 混乱而又荒诞 如卡扣沙 黄袍国王等等 都令人摸不着头脑 不过 本子里还加拿着 一张宗教活动的宣传单 上面还印有一所教堂的名称 或许 那就是大家都曾提及的那所教堂 于是 二人决定周一 再去教堂一探究竟 此时警局里 先成立了一支特别小队 要说 这支小队之所以能够成立 都是因为本周 有一位姓塔特尔的大牧师 这个家族可并不简单 就连现任周长 多是家族成员 正是因为大牧师 对此时格外的关心 警局才仓促的成立了 这样的特别小队 对方 此次前来 是希望从 科尔二人手里 接管整个路教司制案 可自己的案子要被人拿走 科尔的态度自然是不会好到哪里去 上司本来就对科尔颇有威慈 再加上 路教司制案一直都没有丝毫进展 更加剧了他对科尔的不满 上司将科尔和马迪叫至办公室 不由分说就是一段训斥 还提出了 趁着特别小组介入 正好将路教司制案甩锅给他们 科尔当即表示了反对 并称 教堂很可能就是突破口 不能前功尽弃 而此刻相对比较圆滑的 马迪也在一旁帮枪 希望上司能够多给一些时间 在考虑过后 上司给出了两周调查期限 到时候若还不能破案 就会将案子移交给特别小组 事不宜迟 二人立刻出发前往船团上的地址 在一条河边 他们发现了一所破旧 有造型奇特的房子 门上的大十字架 提醒着 这曾经就是所教堂 但很可惜 如今房子内部稍会严重 貌似已经不太可能会有什么线索 正当 马迪失望不已时 科尔却在趴满藤蔓的墙面上 找到了一幅 与鹿角死者被害死的场景 几乎如出一人的壁画 门外 黑色的鸟圈正在空中盘旋 所图的图案 也和鹿角死者身上的印记 极其相似 看来死者与这个协调 肯定是脱不了干系 查明了曾在此传道的教会行动以后 二人也一路追寻过去 但传道士对鹿角死者 只有些许的模糊印象 未能提供任何有效线索 当马迪问起了壁画和火灾的时候 传道士声称 壁画是会中的孩子们所画 而火灾则原因不明 有人说那是一场恶作剧 但在自己看来 放火的很有可能是房东太太的儿子 目的便是想将教会赶走 对此 他并没有深究 只是在火灾以后就去了别地 而从两位女职员处 马迪都了解了一些情况 两个职员曾经见过 鹿角死者 与一个高个子面部有疤痕的男人谈过话 后来两人还一起离开 在结束问询以后 克尔向马迪建议 应该派几名警员对教会实行监控 同时调查的重点 也转移至了寻找高个子男人身上 而在搜寻邪人的过程当中 克尔的失眠症派上了用场 他透明不休地穿梭于 数不清的资料价间 终于从浩瀚如海的卷宗里 发现了端倪 三年之前 附近曾经发生洪灾 一个女儿的尸体从后里被捞出 当时鉴定的结果是死于溺水 但克尔却认为 溺水的女孩 舌骨上的伤痕 以及腹部的撕裂伤 一点重头 且还生前也服侍过特殊药物 再加上背部的黑色标记 更是和鹿角死者身上的一模一样 于是便马上长途驱车 赶到了溺水女孩家里 两人并没有从她的左腹那里 问出任何有用的信息 只知道当初溺水的女子 和一个叫雷吉的男子 曾经一起私奔了 调查了雷吉的过往记录以后 马迪发现他可谓是劣迹斑斑 不只有猥亵罪 还有违法贩卖药物的罪名 且这些药物 于从鹿角死者 以及溺水女孩身上 检测出来的完全温和 还有更巧合的 做到期间 雷吉的女友 竟然正是鹿角死者的前夫 但八个月前 雷吉也在假释期间逃走 克尔便立刻通知警局 发出通缉令 同时再次提审了 鹿角死者的前夫 却质问他是否涉嫌 顾凶杀人 前夫一脸无辜 听说雷吉可能与前妻之死有关 表现得更是痛心疾首 并声称 自己的确是将前妻的性感照片 展示给雷吉看过 但那只是为了吹嘘 接着前夫又将雷吉 在狱中的风狂行径 合盘托出 他既有可能是一个邪谣的成员 更还提及了 雷吉背后 有个黑色的螺纹状纹身 且他的风言风语里 还曾出现过卡扣莎 以及黄袍国王之类的话 这也和鹿角死者 在日记当中提过的一致 前夫此刻的嫌疑已经被排除 而马蒂也开始 着力寻找雷吉下落 通过雷吉之前的客户 马蒂得知 这雷吉如今仍在卖药 但不再卖散货了 只供应给名为 铁血十字军的帮派大客户 然而柯尔对铁血十字军 可一点都不陌生 有过四年帮会卧解经验的他 就曾经与该帮派打过交道 在柯尔的脑海当中 马上就生成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李沃迪身份 接近这铁血十字军 以期能够找到雷吉 可马蒂又担心 如果柯尔的身份暴露 恐怕会招致严重的后果 但柯尔反应十分的淡定 称最坏的结果 无非就是被一枪爆头罢了 接着 他从警局的真务室 偷了包药品 便开始了行动 柯尔首先联络到了 十字军里的旧巷师 光头哥 黄生自己给大生意 先让光头 从中牵线搭桥 以便和雷吉面谈 光头哥对柯尔起烦试探 确信他身份无疑以后 又开出了个新条件 那就是 让柯尔必须先帮自己 抢劫另一个帮派 他才愿意帮忙 柯尔先行答应 可不想行动计划不周 最终变成了两个帮派的混战 关键时刻 柯尔擒住了光头哥 在与前来接应的马迪会和 驾车飞速实力 面对柯尔的拳头与利诱 光头哥也不得不屈服 帮着联系上了雷吉的同伙 但是同伙又并不信任柯尔 没说几句就转身离开 于是 柯尔与马迪只好开车 沿路跟从同伙 来到了一片茂密的矮树林 下车以后 两个人根据草丛当中的痕迹 继续前行 一边又得小心的 避开地雷等防入侵的装置 随后 他们在一颗大树的枝干上 看到了再演出不过的恶魔网 说明目的地就在不远处 二人小心翼翼的潜伏在河边 紧盯着不远处的制毒窝垫 正在商量着下一步要怎么办 而柯尔让马迪回去 先行呼叫总部请求支援 自己留下间谨行事 但马迪不愿柯尔孤身犯险 执意与柯尔一起行动 于是两个人悄悄的摸进小屋 马迪趁着雷吉不备将是制服 便压到门外靠了起来 接着马迪再度返回屋内搜查 柯尔则看出了雷吉 那雷吉并未挣扎反抗 只是神情古怪的男男自语 话语当中还夹打着黑星 卡扣沙等等谁也听不懂的字眼 忽然马迪一脸怒气的走了出来 二话没说一枪箭将雷吉杀死 只是同伙见此刑警 撒腿就跑 可是慌不择路之下 竟然踩中了自己个儿 埋下的地雷一命呜呼 柯尔差异于马迪的冲动 但当他跟着马迪回到小屋 看见了被锁在昏暗房间里 那两个蓬头露面 驱逐不堪的孩子的时候 瞬间就理解了马迪的行为 但同时克尔也深知 马迪此举实属严重伪力 很有可能会面临指控 所以他提醒马迪赶紧解除雷吉的手铐 再利用对方的步枪朝四周扫射 知道出了双方曾有过大型枪权的假象 并和马迪串通好了口供 之后的汇报是这个样子的 两个人当时到达现场以后 本打算先行撤退 但却被雷吉发现 对方不仅使用了猛烈的火力装备 吸引两位干净 还试图炸毁整个树林 两位警察奋力反击 终于成功的击毙了雷吉与同伙 在仔细的搜寻了房子每个酒落以后 他们找到并解救了两个孩子 至此路教私质案以罪犯被击毙 只是两个孩子里的男孩已经死亡 只有女孩最后成功获救 也算是让这个案子暂时划上了一个据点 马迪和克尔成为人人夸弹的英雄 马迪生殖加薪 克尔也同样得到了嘉奖 之后的几年一切都看似很是安稳 凭借着高超的审讯技巧 克尔在警戒名声大噪 成为了各个警局真相邀请的红人 然而真相真的只有这么简单吗 话说在杀死雷吉破获大案的多年以后 克尔这日又来审问了一位抢劫犯 经过一天年的手段 抢劫犯就承认了自己杀人的事实 他自知罪责难逃 竟然提出了也和克尔做个交易 他说自己不仅认识克尔 还知道一些关于路角死者案的信息 更是知晓真凶至今尚未落网 且凶手和一些大人物竟然还有关联 克尔本以为这些都是抢劫犯想要脱罪 而胡编乱造出来的 但当对方说出黄袍国王四个字时 克尔马上就愣住了 随后他的情绪突然失控 并挥拳打上了抢劫犯 门外的警察见识不对 急忙冲进牢房 合力将克尔拉开 抢劫犯的一番话 让克尔有种噩梦重来的感觉 当年与案件有关的人都曾提及黄袍国王 可黄袍国王究竟代表着什么 却一直都悬而未决 为了能够弄清楚真相 他将此事告知了搭档马蒂 两人一起赶往审讯的途中 马蒂却提出了疑问 如果凶手真的没有落网 为何这么多年过去 却再没有出现新的受害者呢 克尔则猜测 也许凶手仍然在犯案 只不过被人忽略了和之前案件的联系而已 同时 克尔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 为什么当年高层派遣的特别小队 那么急于的接手案件 会不会真的就如抢劫犯所说 路角私质案牵扯到了某些大人物 答案都是未知的 而克尔本来还想从抢劫犯那里 继续能够问出些什么 可他却已经在牢中离奇死亡 从我监控可以看出 抢劫犯在七点左右离开牢房 与律师打了一通电话 几分钟后就发生了意外 克尔当然不会相信事情会如此简单 他首先追寻到了律师拦下电话位置 却发现那里空旷荒凉 正常情况下 律师应该是不会在这样的地方打电话的 克尔也决定了再次开启调查之旅 在独自驱车前往溺水女孩 曾经就读过的教会学校途中 他看见了路边巨大的广告牌 上面印着一张女孩的照片 以及追寻凶手的悬赏广告 路角私质案案发的时候 自己就曾经见到过这张照片 可如今广告牌依然静静的待在那 似乎正在告诉克尔 一切都远远没有改变 更没有结束 教会学校N年以前 就因为飓风而损坏废气 七年前 克尔也曾来过此处 当时还向一位歌草工人 询问过情况 但因为急着去击捕雷击 而在匆忙之间离开 如今 当克尔走进教学楼 来到黑暗的教室 在一个角落里 找到了数个恶魔网的时候 他才惊觉 或许当年 自己真的错过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克尔的旧案重提 也遭到了包括马蒂在内的很多人反对 所以基本上 他都处于一个单打独独的状态 克尔首先来到了一个失踪男孩的家中 去了解情况 男孩父亲叙述了 自己的儿子在湖中消失的大致情况 表面上看 他似乎是在划船的时候 遭遇到了鳄鱼的攻击 但真相究竟如何 始终不得而知 这一次 克尔也并非是一无所获 他发现这个男孩与泥水女孩同样就读于教会学校 而自住两所学校的 则都是那个叫做塔特尔的大家族 就是当年极为关心案子的大牧师那个家族 紧接着 克尔再度拜访了当年废弃教堂的传教士 恰巧 他就在大牧师那边曾经工作过 传教士声称 塔特尔家族曾经发起过一个私研计划 只在农村社区建立教会学校 以便来帮助那些远离公立学校的孩子 能够入学并接受宗教教育 不过在1988年 有所学校由于被指控涉嫌侵犯学生而被关停 但消息可能遭到了封锁 所以此事连克尔都未曾听说过 而谈到离开塔特尔大牧师调货的原因 传教士犹豫了片刻才开口说道 多年以前 他在打扫一位高级牧师的书房时 意外不小心 发现了同样涉嫌侵犯学生的照片 后来便将照片拿给高层反应 可没想到 对方为了保护塔特尔家族的名声 却反咬了自己一口 再后来 四元计划停止 他也便不再和塔特尔家族有所联系 然后克尔的下一站 失去探望当年从雷吉那里救出的女孩 如今这个女孩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一直在疗养院治疗 面对克尔学问时 他目光呆滞 似乎根本听不懂克尔在说什么 正在克尔失望之际 女孩突然开口 第一句就提到那个可怕的 面部有伤疤的男人 但还没说几句 就惊恐的大喊大叫 就是因为此事 克尔竟然被投诉了 在上次的办公室 克尔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 路教死者案仍有漏网之余 凶手还在持续作案 只是案件没有被公布于众 且根据他的调查 所有的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全都发生在 塔特尔教会学校所在的区域 上次认为 克尔是一派胡言 不仅对他的观点不予彩信 还威胁说 如果克尔继续追查 就要听他的职 不过 克尔当然不会因此就退缩 而是直接来到教会 与塔特尔家的大牧师来了个短兵相见 只是那大牧师的回答 实在是滴水不漏 教员的档案 因为地下室进水而损毁不少 之前 传道士所提及的摄氏高管 如今也因为贪污公款 而被内部处理解职了 最理解的就是 对方不久之后便发生了一百死亡 至于 四天计划为何停止 大牧师的解释是资金不足 不过 克尔的此次造访 却彻底的进入上司 这令他直接做出了将克尔停止一个月的决定 不久之后 克尔与马蒂忽然在警局门口大打出手 且从那天以后 克尔就离开了警局 众人都以为 这两位搭档是因为查案子意见不合而娇恶 但各种的真实原因 恐怕就只有当事人才知晓了 话说 他们俩从95年的时候开始搭档 马蒂起初虽然对克尔并没有什么好感 但 马嫂再三要求丈夫去邀请克尔来吃晚餐 马蒂也只能照办 克尔这个人无意与人打交道 但出于礼节还是答应了 只是在到达马蒂家之前 他竟然就已经喝得零零大醉 马蒂既是恼火又无可奈何 只能让克尔再坚持一会儿 自己会在中途找个油头 让克尔提前退场 餐厅里 马蒂与马嫂以及两个女儿 还有克尔围坐在桌旁 场面看上去很是和谐 许久没有感受过家庭的温暖 克尔难得的 也给人透露了自己年幼的女儿 曾经因为一场车祸夭折 而他的妻子也因此离婚 与此同时 马蒂则满脑子想着 到底要如何让克尔编造理由离席 此时刚好同事拿来传呼 马蒂趁机谎称 同事要和克尔去谈些案子 拿着克尔竟然接完电话 却不按计划行事 反而又坐了回去 继续享用晚餐 气得马蒂在一边只能干凳点 事后他问起克尔 当时为什么不选择离开 克尔的回答倒也很诚实 因为他发现在马蒂家吃晚餐 原来并不是一件那么糟糕的事情 过了段时间 克尔又来到了马蒂家 归还借用的割草机 并顺便帮马蒂打理好了草坪 两个人虽然只是第二次见面 但却是相谈甚欢 克尔长久的看着马蒂的女儿们 目光里更是流露出了酒杯的温暖 不久马蒂返家 正好就看到了妻子和克尔 坐在一起聊天 表情立刻变得不太愉快 而马蒂本想留克尔在家吃个晚餐 马蒂竟然生意的拒绝 还以送克尔出门为由 警告他与自己的家庭保持距离 马蒂觉得与丈夫之间的隔阂健身 并责怪他将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 更是忽略了照顾家人 但见到马蒂压力山大的样子 作为妻子有些许的不忍心 走过去拥抱了他 其实马蒂这个人 一直生活在矛盾当中 表面上看 他家庭圆满 与马蒂年少相恋 顺利步入婚姻殿堂 拥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可私下里 他却是出尾已久 情人年轻貌美 但并没有和马蒂结婚的打算 甚至还公然与他人约会 马蒂知道以后 度火攻心 冲不进了情人家 将插足男痛扁一顿泄愤 谁想人家情人恼羞成怒 竟然把他和马蒂的事情 全都告诉了马蒂 在极度伤心失望之下 马蒂选择将马蒂扫地出门 马蒂极力的哀求挽留 无奈妻子态度坚决 完全不给丈夫回旋的余地 但是路角四只案之后 也许是对马蒂身陷积累枪战 而心存余悸 也许是因为马蒂欺而不舍的沟通 与恳求 马蒂的内心终究还是慢慢被软化了 并重新接纳了他 不仅如此 马蒂还给科尔介绍了一位医生女友 祝科尔脱单成功 然而时光流逝 科尔和女友分手了 回归成了单身状态 而马蒂的女儿们也已经长大 但大女儿叛逆又不务正业 整天和一群不良少年混在一起 甚至还因为和两个男孩 在汽车里做好事 而被警察给抓到 马蒂自然是暴跳入雷 将大女儿从警局带回家 声称要起诉两个男孩 大女儿则接着也反对 马蒂直接就是气场佳气 杨手狠狠打了大女儿一个巴掌 而她和大女儿的关系 也因此降至了冰点 某天 马蒂来到一处商店购物 竟然预见了昨年以前 自己曾经拯救过的士族少女 令女孩一直都对她念念不忘 却是无法拒绝 那女孩脚好的面容身材 也许是为了排解生活当中的烦闷 她在女孩的追求之下 再次沦陷 走上了出轨的老路 马嫂敏锐的就察觉到异样 偷偷翻看了丈夫的手机 果然发现了一张女孩的电照 这就让马嫂更加心灰意了 但这一次她肯定不再忍受 更是为了能和马蒂顺利离婚 且不再出的纠缠 马嫂直接就做出了一个大胆又疯狂的举动 那就是主动去撩了柯尔 并与其发生了关系 接着 又将此事告诉马蒂 那男人在狂怒当中找到柯尔 什么都没说 恶狠狠的挥拳相向 柯尔先躲后闪 之后忍不住还击 直到两个人都变得伤痕累累 让一众警察看得是目瞪口呆 好不容易分开两人 上司气急败坏的问题原因 马蒂当然不会突入分毫 而柯尔则怀着无比复杂的情绪 提出了辞职 最终 马蒂与马嫂离婚 柯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此 两个人再无交集 转眼间 十年就过去了 没想到 路易斯安娜州连续发生了五起命案 两名黑人年轻警探 在调查过程当中 竟然发现 每个人发现场几乎都曾有过柯尔的身样 普通人怎会如此的巧合 次次都出现在罪案现场呢 唯一的解释 似乎就只有柯尔就是凶手 于是 然后为年轻的警探 找到了柯尔与马蒂 分别对他们进行询问 从生活到工作 再到路角死者案的侦破 都跑了个底朝天 马蒂和柯尔并不知道对方就在隔壁 在叙述网术的同时 又很默契的都对击毙雷击的过程 以及反目成熟的真正原因 全都隐瞒 另外年轻的警探又查到 柯尔在教会总部附近 竟然租了个仓库 但仓库里到底藏着什么 却无人知晓 所以年轻的警探希望 柯尔能够打开仓库 一共调查 但柯尔态度十分强烈 并声称 除非调查组能够申请到搜查令 否则一切面谈 见状 年轻的警探只能抛出了一串犀利的吹断 不仅宣盘否定了路角死者案 还只指柯尔与雷击 是有着相同爱好的同伙 所谓击凶 不过是柯尔利用植物之变 将侦破往自己想要的方向带拔了 柯尔并未对此做出争辩 只是很淡定的讲道 无论是想要拘捕他 还是想跟着他 都没有问题 唯独开仓库没门 接着便走了出去 而马蒂这边 也听完了年轻警探两个人 对柯尔的各种传测 他们竟然怀疑 当年抢劫犯的秘密死亡 也是柯尔干的 另外还怀疑最近屡次有人闯入塔特尔大墓师各处诸所的也是他 马蒂听后直接起身预备离开 并表示 不管柯尔从前或者说现在变成了什么样 他都不想再缠合进去 开车离开警局以后 他马上就从后视镜看到了柯尔的车 一直在跟着自己 面对西日搭档 马蒂最终还是停下了车 而柯尔也下车走向了马蒂 十年时光 两个人都变了模样 马蒂头发见竖 却长出了啤酒肚 柯尔也留了胡子续了发面容也是越发沧桑 多年的悬案 在即波澜 退休的办案警察柯尔竟然成了警方的嫌疑人 话说 柯尔将搭档马蒂带着仓库 展示了自己所搜集的一屋子线索证据 原来 柯尔自离职以后就去了阿拉斯加 过着打鱼的生活 一直到两年以前 才重返路易斯安娜 因为他意识到了 自己必须要将未完成的事情全都完成 两年来 柯尔一边在酒馆工作一边默默调查 直至如今直接被当成嫌疑人叫去问话 他更感到情况紧迫 所以他想说服马蒂一起加入帮忙 马蒂原本不想和陈年旧案再有任何瓜葛 但柯尔却讲 这本来就是马蒂所献下的债 当年 若不是他太过冲动打死雷吉 也许案子在N年之前就可以真相打白 马蒂 自知里亏 沉默不语 柯尔则趁热打铁再次重申 近年来的失踪案都发生在了塔特尔家族所资助的教会学校区域 且如今有多人都提到过一个脸上有疤痕的男人 可这个男人一直没有被找到 不仅如此 柯尔还掌握了更多证据 塔特尔家族来自一个小镇 那里盛行着一种狂欢节 像鹿角动物面具恶魔网等等的全都是狂欢节的长线物 他还从参与四元计划的一个学生处了解到 电影最初失踪的那个女孩 也曾经说到过一个脸上有伤疤的男人 听完这些讲述 马蒂也同意 这些证据的确很有说服力 但他很疑惑 为何柯尔不掉仓库里的证据都交给年轻警探来证明清白 但柯尔并不信任任何人 因为除了塔特尔大牧师的威望以外 还有他们整个家族的庞大关系 当年想接范所说的大人物也极有可能就是他们 电影马蒂还在为了要不要一起调查而犹豫 柯尔直接放出大招 他的确偷偷进过塔特尔大牧师的家 但并不是为了做坏事 而是为了寻找观点证据 而且他果真是收获巨大 在大牧师家的保险柜里 找到了一些照片以及一卷录像带 里面的确是记录了一些邪教的G版模式 而之后不久塔特尔大牧师就去世 柯尔猜测应该是有人发现了录像带遗事 而将大牧师灭口 马蒂直接就被录像带里的内容深深震撼 在正义感的驱使之下 他同意了柯尔的建议 与柯尔再次组成了探案搭档 开始调查之前 马蒂特意来到马嫂的新家 时过今天 两个人已经能如从前一样 新一瓶契合的闲话家常 听说大女儿先教了如意男友 还开了场艺术展 小女儿也开始了教书 马蒂听后很是欣慰 马嫂知道他们俩已经准备再次携手查案之后 为马蒂是否是来向他道别的 马蒂没有做答 只是感谢了马嫂所做的一切 接着便告辞了 原来柯尔辞职以后 马蒂又继续在警局工作四年 因为厌倦了总是目睹罪案 后来直接选择辞职 成为了一名私家侦探 而是侦探社现在也成为了调查的根据地 整理资料的时候 他们二人前所未有的聊起了除工作之外 各自如今的生活状况 彼此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处处针锋相对 为了破案 马蒂又来到警局找到昔日同事 以一瓶好友作为贿赂 查阅了很多人口失踪 可却又没有被官方调查过的案件资料 并从中取得了雷吉的一位表兄弟 以及为塔特尔家族工作过的老妇人信息 雷吉的表兄弟告诉了马蒂 在雷吉的呼风狗友当中 的确有一位面带伤疤的男人 而根据老妇人的回忆 马蒂与科尔也弄清了伤疤男与塔特尔家族的干系 原来他是老塔特尔族长的外孙 属于塔特尔家族的分支老柴家族 之后 他们两人决定将失踪女孩案作为突破口 事实从当时负责此案的治安官处 问出一些线索 科尔觉得 这个案子当年就稀里糊涂的结案 了定了是治安官一定有什么问题 本想采用一些必要的手段来逼供 马蒂却并不同意 他表示自己与对方很是熟识 可以通过喝两杯哥家好的方式来获取信息 不过 现实很快就打脸了 治安官一点都不配合 信口拈来 这也更加印证了科尔的推测 于是 马蒂换了策略 也邀请对方一起去钓鱼 为友将其片上了船 随后 和科尔一起绑架了他 并为他播放了远路箱带 显然 对方也被这画面给震惊到了 当科尔说 录像带里很有可能正是失踪的那个女孩时 治安官终于在惊慌当中将事情全凡做出 当年 他曾经提交过一份失踪报告 但当他准备着手调查的时候 老柴家族的警长却出手干预 表示自己认识女孩的家人 所以 知道女孩是和父亲一起离开了 作为下属 治安官无法反驳 再加上女孩的母亲也不知所踪 更令调查无法开载 再过了不久 经过老柴警长的推荐 治安官当上了周术的刑事调查员 从此步步高升 也让他越来越没有理由再继续查证 而女孩的失踪案也就此被人遗忘 回到办公室 两个人又翻阅了大量的人口档案 却并没有发现老柴警长的孩子 或者是亲属的相外信息 眼看这条线索就要中断 玛丽忽然灵光闪现 他从路角四十案的卷宗当中找到一张照片 里面的房子刷的正是新鲜的绿色油漆 经过玛丽提醒 克尔也立刻想到 为什么当年说女孩曾经被绿耳怪所袭击 可能正是因为凶手是个油漆工人 绿色的油漆才会沾到他的帽子上 接着才会被处于极度害怕当中的小姑娘 看错成为了怪物耳朵 两个人在赶往照片房子的途中 更是坦然的谈及往事 玛丽告诉克尔 玛丽曾经让他不要去怪罪克尔 因为当时主动的正是玛丽 而克尔则是处于喝醉的状态 克尔平静的听完以后 以一句人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作为回应 至于和玛丽之间的那些陈年怨结 到此也算是正式翻篇 通过房主讲述 玛丽与克尔终于确认了那个年轻的油漆工 即使他们一直苦苦追踪的伤疤男 虽然说老人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根据他们的交税记录 玛丽还是查到了 油漆的费用是付给了老柴家族的维修公司 于是两人又从网上找到了维修公司的营业执照 以及相关信息 可以看出公司曾经接到过很多单教区学校的生意 而公共的地点正好和案件高发区域都吻合 继续顺藤摸瓜 公司负责人的儿子威廉 则进入了他们两人的视线 从现有证据来看 他也是最有可能的犯罪嫌疑人 行动在即 为了保险起见 克尔将录像在案件的卷宗 以及口供 所有的重要资料都拷贝夺份 交给了儿子同样利息失踪 如今一直沉默寡言的旧版老板 并嘱咐他 如果24小时以内没有接到自己的通知 得把证据赶紧交给警察 州警察官 以及联邦调查局 还有国家报社 以及国家电视台 而马蒂则联系了年轻的警探 如实告知 自己和克尔已经有所发现 希望对方能够寄予协助 年轻的警探原本还心存疑虑 但马蒂言辞诚恳 实在是没有拒绝的理由 接着经过驱车长途的跋涉 克尔与马蒂来到了一片偏远 又茂密的树林 在临前的空地上 助力着一大一小两栋房屋 刚下车 克尔的直觉就告诉自己 这正是他们苦寻多年的目的地 而马蒂悲想立即打电话 给年轻警探 白河手机竟然完全没有信号 于是他走向大屋 以迷路需要接用电话为由敲开了房门 门内的女人一脸顶替 拒绝了马蒂的请求 马蒂见对方神神叨叨的 很有问题 也不想再继续浪费时间 干脆直接撞开门闯了进去 屋内昏暗而凌乱 到处都是垃圾 角落里堆放着的都是破碎 不堪的玩具娃娃 看上去更是格外怪异 而马蒂四处搜寻一番 没有什么收获 刚才开门的女人 此刻则坐在地上小声哭泣 他用枪抵住了对方的脸 逼着他说出了电话槽在哪里 并迅速将情况通知给了年轻警察 随后 马蒂离开大屋 快步跑向了小屋 准备继续搜查 一进门 便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一个手脚全被绑住 形容枯搞的男人 此刻 正激进了躺在铁锅的床上 没有一点生气 看样子已经死去良久 变态凶手 看来就在附近 让马蒂再也顾不上查看男人状况 而是赶紧追了出去 接应科尔 两个人兵分两路 当马蒂进入大屋时 科尔则小心地绕到了小屋的后面 猛然间 他看见了树林里 正安静地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 那应该正是威廉 科尔一边持枪靠近 一边令对方待在原地 但威廉却转身跑进了树林深处 科尔一路紧追 来到一处如地下迷宫似的地方 威廉的声音 则从未知的方向传来 低沉又冰冷 迎诱着科尔进入 迷宫里曲曲折折 地面上则散落着许许多的衣服和鞋子 到处透着一股恐怖阴森的气息 男人还在继续向科尔介绍 这里就是卡扣沙 而他正是黄袍国王 雷吉与达道则都曾定是他忠实的信徒 寻生向前 科尔走至一处开阔空间 当他环视四周 眼前却忽然出现了龙远峰一般的星河景象 在那刹那之间 他清晰地感觉到了早逝的女儿就在那里 并进入了永恒之境 科尔的谎神给了威廉可乘之机 他从黑暗当中冲出 将一柄力气狠狠刺入到了科尔身体 直到此时 科尔才终于看清威廉的真实面目 令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就是 科尔居然就是多年以前 在溺水女孩学校里所遇见的那位割草工人 只不过 当时对方留着蛮人的洛三胡 将伤疤遮得岩势 才令科尔没有对他产生任何怀疑 危急时刻 科尔只能想法反击 他用尽了全身力气 用头重用的撞向威廉面部 几次之后 对方早已是血流满面 和科尔双双摔倒 但威廉身强力壮 很快就挣扎爬起 准备给科尔致命一击 幸亏 马蒂及时赶来 一枪击中他的肩膀 才将科尔从死神守候救下 但马蒂也被威廉所制出的斧头所伤 威廉恼羞怂之下 调转了枪口 打算先解决马蒂 眼看斧子即将落下 一声枪声却及时响起 让威廉终究还是自食恶果 不久之后 尖锐的警笛声响彻树林 年轻的警探 灵队赶到包围整片区域 并找到了马蒂与受众伤的科尔 将他们送去医院救治 而经过审问之后 大屋里的女人交代 死在小屋里的正是威廉的父亲 至于他自己 则是威廉同父一母的妹妹 又和威廉保持着不轮的感情 行队随即对整片树林 周边都进行了大范围的地坛式搜查 众多能够证明 威廉罪行的物证全被发现 包括埋于地下 符合失踪人口DNA的骸骨 两码留有威廉指纹 且分别与近期案件死者 以及鹿角死者的伤口 相吻合的凶器 但周总检察长 却坚决否认了威廉与塔特尔家族 存在观众的传闻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以后 科尔终于脱离生命危险 马蒂则先行出现 不过他还是会经常去探望科尔 一天晚上 马蒂推着轮椅上的科尔出去散步 科尔向马蒂详细描述了 自己那天在迷宫里所形成的幻象 以及内心那奇怪的感应 说着说的 科尔竟然已经泣不成声 听着科尔的奇言怪语 马蒂再也不像从前那般冷嘲热讽 而是轻轻的拍了拍 打到的肩膀 以示理解与宽慰 科尔说 这一切或许都只是一个故事 内容便是光明与黑暗之战 马蒂深望着天空 感慨说 如今看来可能还是黑暗影了 塔特尔家族势力庞大 想从案件当中撇清关系 并非难事 那些录像带里戴着面具的人 也还是会继续的笑发外 科尔则让马蒂带自己离开医院 马蒂知道是拗不过他 只得一眼掺扶起搭档 科尔一边一缺一管的脉步 一边说道 他并不认同搭档的看法 以前也许是只有黑暗 但是现在 他却觉得光明已然这样去上风 在夜幕当中 两个人就这样玩手并肩 一起朝着前方走去 有人说 如果纸牌物 绝命毒师 权力的游戏等美剧 属于金融小说的级别 那么侦探则几乎就是不折不扣的严肃文学 雅根做不到老少嫌疑 雅俗共赏 虽说吃一部探案剧 但侦探的叙事方式 却从头到尾都没有走寻常路 要是你没有足够的耐心 可能很快就会因为 零散所遂的时间线 以及大段 身高 晦涩的台词 还有略显缓慢 龙肠的节奏 而器具 但若你沉下心来细品剧情 那就无法不为它所吸引 距离的故事发生在美国的南部 湖水跟沼泽带来的潮湿智闷感 空旷的荒野风光 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破旧厂房 以及喷着白烟的巨型烟筒 共同构筑出了冷清阴郁的背景色 伴随着男主们充满刺激的嗓音 诡计的往事慢慢的浮现 不懈的追踪以后 你以为一切即将结束 却发现一切不过刚刚开始 紧张的心又再度被提起 但结局并没有安排 现在所流行的反转 只因两位侦探的探案过程 并无主角光环 与高科技手段的辅助 全靠一点一滴走访排查 继续推理 丑死波茧 才令真凶现身 所以最后与真凶正面交哄之后 将之杀死 反而才更会令人觉得痛快自然 与前情不同的是 影片结尾是乐观而又温情的 科尔本是一位悲观主义者 经历此事 他选择了相信光明 能够战胜黑暗 和马蒂也成为了真正的伙伴 且不压正 人生并不孤单 相信这也是每个人 在逆境当中所希望看到的 我是树根秀木 感谢您选择与我一起虚度时光 如果有缘 咱们下期再会